心许是孩子很乖 应许侍奉酒硬气好 怀孕诸越以来 并没什么厉害的害喜症状 像是常说的呕吐 食欲不振 以至于他都察觉不到 这孩子正在腹中悄悄成长 非但如此 他食欲还好得很 除此之外要说有什么 大概就是试睡 一日 下来朝会的东华回到太成功 闲来无事的连颂和成欲 仿佛说好事得 一前一后的来了 于是 东华和连送案者惯例在外头下棋 在一旁 则是坐着奉酒 成欲 他们对棋局一窍不通 一边晒太阳 一边嗑瓜子闲聊 聊了一阵南海水军的陆设因缘 看着他略有起伏的腹部 成欲感慨起来 你来九重天的那日 我就与你说过 进入太成功的方法有三个 如今 这三点你可是样样都战了 昔日谈话 女扮男装的成欲敲着扇饼 开始给这位不知事事的小殿下细细分析 以帝君在天宫的地位 他什么都不缺 那小殿下又想如何报恩呢 我想 日夜陪在帝君身旁 总有一天 他会有需要我的地方 然后我就可以顺水推舟的 把这恩给报了 恩 有道理 成欲赞同的点头 不过 想要名正言顺的出入太成功 只有三种方法 哪三种 第一种 你要是这天宫位高权重之人 然而小殿下你不是 成欲看了凤九一眼 显然此法并不适用 接着 他继续说 第二种 嫁入太成功 凤九一经 话都说不清楚 这 这 嫁 嫁进去 我是不是 见凤九念如之间 胶态闭露 成欲饶有兴趣地看着他 怎么着 小殿下 你还真想这么做 没没没 我绝对没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 凤九急忙成亲 却遭成欲打断 成欲是个过来人 对这男女感情深有了解 见凤九这般模样 便明白他已是对那东华帝君动了心思 别解释 女人的心思 我最懂 不过 就是要嫁 现在也颜值过早 所以呀 就只剩下第三种了 也就是最适合小殿下的 只是要委屈你一些 是什么呀 凤九好奇地问 有些忐忑 成欲看着他 字字清晰地说道 做婢女 婢女 凤九困惑地重复 是像昔日的赏心 在狐狸东侍奉姑姑那样吗 昔日谈话 凤九看一眼正若其子的东华 轻轻笑了 果然是旁观者清 当局者迷 你都看透彻之事 我却是懵懵懂懂 连颂说的没错 我是借报恩之名 行进水楼台之时 东华似有所觉 微笑 连颂只觉得这笑碍眼极了 此时 思命也来了 他把星象知识报给东华之后 也在一旁落座 于是乎 这八卦小组便凑了棋 聊什么呢 哦 说到我心怀不轨 陆太成功的事迹 凤九笑着说 心怀不轨这词用得不好 成欲不满这个评价 明明是女儿家的痴心一片 那些被丢下界的仙鹅 又有哪一个不是痴心一片 不一样 那些都是一厢情愿 自然没有好结果 成欲有理有据地辩解着 嗯 思命点点头 表示赞同此见解 会吗 他刚进入太成功的时候 和东华也不至于两厢情愿的地步啊 你当着天经还有支月公主的面 向帝君告了白 坦诚自己别有用心 若是按着惯例 你也应该被赶回青秋的 然而 并没有 成欲颇有条理的分析 由于说的是事实 也没特意放低声音 反正啊 那两个正在下棋的人 本身也是有点心不在焉的 你怎么会知道此事 奉九惊恶极了 在场的只有他 东华 天君还有支月了 成欲没理由会知道啊 成欲用折扇指了指耳朵 隔墙有耳朵 你也真是有勇气 若是只有你与帝君二人也变罢了 可偏偏 还有两个不相干的人在 他也是佩服得不得了 哎呀 我那是没注意到 奉九脸一热 当东华侧转过身的时候 一瞧见他身后的人 他当下就措手无策了 接着几乎是落荒而逃 东华也是坏透了 也不稍微提醒一下 就由着他说了这么一大堆 成欲执着指扇 敲了敲石桌 取笑着奉九 瞧瞧 咱们奉九娘娘的眼中果真只有帝君啊 天君和支月公主 那么大的两个人 你竟然会看不到 奉九修炯 没有再辩解 此事确实离谱 他早该注意到还有旁人的 可谁教他满心牵挂在东华身上 以至于对别人都是耳不见了 说句实话 你这婢女做得实在差劲 帝君将你留在身边 着实是雅亮 司令对此深有体会 往日只要是任何人在东华帝君的面前 哪怕是犯了一丁点的错 就得惶惶不可终日 哪像凤九 一直在犯错 却从未领过东华一句冷言冷语的 真的有很差劲吗 凤九努力回想 他那时候明明已经很小心了 只是不知为何 还是频频出错 他那时也觉得苦恼极了 确实差劲 东华低声道 一枚迎刃的白玉妻子稳稳落在凤尾 帝君这一步 走得妙啊 连颂调侃着 一语双关 所以啊 这足以证明 你与那些一厢情愿的女人 完全不同 承郁下了结论 尤其啊 使那些明明是一厢情愿 还妄图出阴招的 支月也就是娇蛮一些 心性是不坏的 你这话是在指谁 凤九问道 这可多了 像是前任一军之后选女 遥光上神 宿景 妙卿 妙卿 东海水军之妹 那个东海公主吗 凤九问道 就是她 怎么 你也认识 承郁问 原本是不认识的 还不是我姑姑应了扫心的请求 承郁为人真话去凡间结束 被叶华封了全身法力 她不会睡 被这个妙卿推到河里 险些淹死 哦 还有这么一件事 承郁也是头一次听到这个 司命 你怎么也不告诉我 那时场面太乱 我光是为了把控发展方向 就已经焦头烂额 哪还顾得上这个 司命想起那时候 也是心有余悸 她一边要应付 东华闭关前的安排 一边还要应付凤九 白浅和叶华 不能在他们面前泄露了口风 怎一个类子了得 咦 莫非这个妙卿还干过什么别的荒唐事 凤九听出了成郁的话外之音 司命娓娓道来 这妙卿公主 曾在东荒井吉山救过小天孙 之后便仗着这层恩情 要求上九重天 再喜无功做个端茶凤水的仙鹅 哦 又是仙鹅 这妙卿的思路倒是和她一样 凤九失笑 这桥段真是似曾相识 那时候 宿景是太子侧妃 她极为赏识这个东海公主 经常为她出谋划策 这宿景不是对月华有益吗 怎么会 凤九想起 当初在伊朗芳华 宿主就受尽她的欺凌 踏山之时 可以攻欲 成欲点出 她是想利用妙卿来除去我姑姑这个情敌 这宿景的谋略若是用在正处 想来 也就不会落得那么凄凉的下场了 凤九暗叹一声 十分感慨 白浅上神来九重天那一日 妙卿受宿景蛊惑 在太子的饮食里下了崔秦粉 白浅上神一句话 太子便二话不说 将这东海公主赶出天宫了 凤九忍不住惊呼 该说她是因爱情而盲目呢 还是于不可及呢 倘若这妙卿真侥幸有了一儿伴女的 叶华难道就会对她刮目相看了吗 日后的望穿秋水 深宫寂寞 她这算得上市 如愿了吗 前一阵子 北海水军携家眷去东海做客 北海大皇子对着东海公主一见倾心 司令神秘兮兮地说 什么 成欲和凤九都震惊了 据说 两家都没有意义 已经在仇被提亲的事宜了 若二人情投意合 那也是美事一见 袁真这孩子不错 只可惜 凤九惋惜地摇头 由于其母少心是八十一族 以至于子孙虽多 生命却也不长 成欲想起一桩怪事 说起来 北海的真公娘娘不是连连传出喜讯吗 怎么自生了三公主后 这些年都没动静了 凤九笑出声 想起白浅曾和她说过此事 昔日少心害喜 吵着要吃桃子 奈何那时候并非解桃的季节 桑吉便特意跑了躺十里桃林 求哲言赐桃 哲言对她之前毁婚意识不满 想着为我姑姑出口恶气 最后虽是看在她是小辈的份赐了几只 却是婢子桃 死命和成欲张大了嘴 哇 哲言上神词举真实 奉九笑着接话 阴损 她姑姑当时还埋怨 哲言这么一做 她反倒觉得对少心和桑吉二人不起了 好在少心不久后 便找求她住一住被贬下凡的元真 她才能不那么愧疚 三人又聊了一阵 连宋和东华的一局棋也下完了 凤九掩着嘴 慵懒地打了个哈欠 困了 东华一边问 一边将她抱起来 然后便往太成功请殿的方向走去 完全没有理会那三个人 凤九靠在她的肩上 困顿地应了一声 这段时日 她总是觉得疲倦 纵使每日都睡上七八个时辰 也还是一样 两个月后的某一日 凤九摸着自己圆滚滚的肚子 神情有些疑惑 别人都说孙儿辣女 可是我自有云以来 食欲就好得很 完全没有偏向什么口味的迹象 真是奇怪 怀应之事 因人而异 至于那些传闻 也都不可尽兴 东华揽着她 不以为意 凤九追问 那你希望 这孩子是男是女 都好 她并不在乎这孩子的性别 只希望生产之时 大人小孩都能平平安安 我倒希望是男孩 最好长得也随你 为什么 东华不解 这样的话 我就能知道 你小时候是什么样子了 凤九的小算盘打得很好 文言 东华低笑 真是服了她 半赏 凤九微蹭过身 仿佛想起了什么重要的事 之前和思命他们聊起以前的事情 他们都说你我二人是两厢情愿 你虽是在下棋 却也没有反驳 后来我犯了困 偏偏我这几个月忘心大得很 一觉醒来之后就忘了此事 这才一直没有问你 对于那日的事情 东华仍有印象 他温柔地问他 你想问什么 你是什么时候喜欢我的 说实话 凤九对此事尤为好奇 东华轻笑 思绪飘到了与他初见的那一幕 现在想想 应该是一见钟情 数十万年 都为起波澜的心弧 却在那时候 泛起了小小的涟漪 凤九抿着嘴 乐乐 真的 千真万确 只不过正如你说的那样 旁观者清 当局者迷 我也是后来才意识到 对你这小丫头不仅上了心 还动了心 东华感叹着 那 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的 凤九追问 低沉的声音缓缓道出三个字 索邀他 哦 你赶我走 不是因为我惹是生非 是担心我继续留在你身边 会发生什么不错 虽然很久以前 他就已猜到了他的用意 可是轻而听他承认 又是另一种心情 没错 东华承认 他在九重天接二连三的受伤 他便想到是三生石的问题 他除去了名字 便不会再有姻缘 若是与他在一起 便是逆天而行 也便是一段孽缘 即使孽缘 便注定无果 二 人均不得善终 那一日 我醒来之后 只见着了私命 也不知道你那时候伤得如何 他回青秋的时候 可是把米谷吓坏了 他还以为是他受了重伤 可他身上那些触目心惊的血迹 根本都是来自于他 没事 休息几日就痊愈了 东华轻描淡写地说着 都怪我那时候法律不计 不然的话 就不会有这档自事了 那他也不会受伤 是我疏忽大意 没能保护好你 东华将他搂得更紧 不愿他为此自责 自古以来 进了索妖塔的 都是有去无回 偏偏在几百年内 接连出了两次意外 先是扫星 再是我 你为了我 将妖王给杀了 当日父神留下此妖 便是要震慑九重天的 如今 这索妖塔没了镇塔妖 也是名存实亡 这九重天上 也少了一个惩戒之处 那要如何是好 总不能直接把犯大错之人 丢下诸仙台吧 贬去凡间便是了 若真有心惩戒 方式还是很多的 东华觉得没什么可担心的 况且这索妖塔的处置之法 本身也是凌厉了些